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驱车开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是要到饭店外头这里 希望远远的可以看上布总赖青的一面 我们赶快来看看 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有 是 因为我是台南人 他是前任的台南市长 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支持他 非常的高兴他能为我们台湾的外交来做这个为台湾打拼 当然是大家希望跟他见面 以前的乔院是过蛮多人的 大家讲的都破头了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可以了解 好 那我们已经看到除了乔包的热烈欢迎之外 富龙宏赖青的今天一抵达美国的时候 AIT的主席莫健 还有驻美代表萧美琪 通通是上机来迎接他了 那这个富龙宏赖青的 跟驻美代表萧美琪 两个人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两个人一见面呢就一直喊轩说 你最近看起来变瘦咯 这样子亲切的喊轩甚至还在车上自拍 两个人像是好久不见的朋友 那今天一整天的这个包含政要的会面 还有乔領的会面通通都是线上举行 那这个香美琪会全程的陪着富龙宏赖青的AIT主席 莫健也会全程相陪 那到时候最新情形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